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佳将于今年底退任 今日,李小佳进行网上传媒交流会 同传媒一起分享及回顾自己11年的工作生涯与感悟 现场,媒体普遍关注李小佳退任后的去向 李小佳称,香港是家,他不会离开香港,也不会离开中环 他又说,金融如同水利工程,还有很多关于水利工程的工作没有做好和没有做到 他会继续在金融领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关于离开港交所之后的安排,他表示 我还有两个星期,所以说现在不太,先不讲今后干什么 但是可能不太想打工了吧 这么大年纪了,可能是不是能够自己干点什么事 能不能看看尝试不打工了 至于未来会不会去其他地方生活 他直言,新的工作还没开始,也可能不会有长期的休假 他各个地方都能容易习惯 因此未来不排除去其他地方住 但是他认为很难找到哪一个地方能像香港一样 能让他做到想做到的一切 最终综合平衡利弊香港最好 当被问及未来会不会去深圳出任官员 李小佳说,人家也没有问过他 这样的问题不敢贸然回答 但是,他说深圳会常去 由于很多业务和朋友都在深圳 不过目前没有去深圳做事业的计划 他亦没有回应是否竞选特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